最近呢 发片的歌手确实不少 但是呢 要唱出代表作的可以说是不多 那最近有一位歌手呢 他在新歌发布的当天呢 就获得了圈内众多人士的赞赏 他就是刚刚发行的自己的新专辑 《1987我必须会遇见你的黎语春》 那最近呢 我们节目也是对圈圈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了 你看 连我们的左哥大左都是当了发布会的主持人 这个独家消息还没少吗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为您带来 黎语春的一系列近距离的报道 来看一下初到九年的黎语春 他的人气不减反尊 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 各位音乐部门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左 那现在我在的地方呢 是黎语春的2014的全新专辑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的新闻》 发布会的现场 今天呢 我的身份就是主持人似的又回归主持的老本行了 今天发布会很精彩 除了有春春新专辑的发布之外呢 还会有一位神秘的跨时代的偶像 要来到现场跟春春互动 但我现在不能说是谁 你们待会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同时也会启动今年的YME的演唱会 到底今年的演唱会 几月几号在哪里办 守住今天的音乐风云榜 大左给你答案 平均每年都会发布一张新专辑的李语春 这次却时隔两年才带来自己的新作 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 你虽然没有听到他的新歌 却依旧能看到他活跃在各处的身影 我干嘛去了 我其实一直在工作 其实大家也没有少看到我 包括去年的整个《如梦之梦》的一个巡回演出 然后包括在电视节目的 对啊 跟亭峰他们一起做评委 再就是在干纳电影节 然后我自己一直在跟乍东做专辑 一直在创作专辑 对 今天才告诉大家 没错 2013年初 李语春便受著名导演赖声川邀请 首次出演大型话剧《如梦之梦》 饰演一位剧中的关键人物 实习一生严小梅 并获得导演与观众认可 而在《如梦之梦》还在全国巡演的7月 选秀出道的李语春又重回选秀舞台 与谢霆峰 陈坤等共同担任快男评委 大家好 我是李语春 唯 隍秀出 oath 与其说 我回到这个舞台来是来当皮尾的 不如说我是回来干掉规则 干掉中庸 紧接着的10月 李语春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娱命巡演》 而今年年初 李语春又作为嘎那电影节历史上 第三个登台颁奖的《华人女星》 战尽各大头条 现如今作为唯一一位 能够占据各大时尚杂志方面的女歌手 李玉春不仅是在外形服装上 成为时尚的典范 备受关注 也在自我行为与能力上 保持着好口碑 音乐风云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玉春 今天是我的 2014的最新专辑的发布会 也为大家带来了 我历史两年做的这样新专辑 1987 我们去再见 我喜欢喜欢春春的 他是一个很稳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 也算是我自己近年来 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希望他越来越好 是为之非常的关注军军 从第一张专辑到今天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人 我们还会不会把你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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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春的这场发布会 用费翔的出现 与自己的即兴表演 解释了为何他的这张新专辑 会叫1987 我不知会遇见你 因为1987那年 费翔在春晚舞台上 唱红的那一首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成了当时年仅三岁的 李玉春的音乐入门指导 跳得不好 其实我看那个87年的 那个视频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太多 就是舞蹈动作 其实很多都是他 他自己的一个发挥 但是那个发挥 就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 一个动作 那个我小时候就会跳 我觉得他唱得好好听 其实挺感动的 很难想象 真的很难想象 难以支持 我觉得脉络有一些清晰了 我当时做会跳舞的 文艺青年的时候 我是就凭着自己的 一种感性的一种决策 也许我没有想到很清楚 但是我现在再回头去看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再不攻破我就老了 1987我不知会遇见 他真的是沿着 文艺舞曲的路线在说 而且什么是文艺舞曲 我觉得到今天 好像他这个脉络 越来越清晰了 你说1987我不知会遇见 你这首歌是舞曲吗 在我看来不是 在我看来它是一首情歌 舞曲也可以有走心的 舞曲也可以是情歌 2005年获得选秀冠军后 李玉春并正式出道 并在2016年发布了自己的 首张正式专辑 随后每年发行一张专辑的 李玉春尝试了各类型的曲风 虽然一直有唱跳女歌手的称号 但很明显 在一众唱跳歌手中 李玉春也在寻找自己的独立标签 而直到2011年 珍惜会跳舞的文艺新年发布后 李玉春才慢慢确定了自己的 文艺舞曲路线 并大量加入自己的原创 成为歌明星中 80后音乐的代表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玉春 这就是会在世界线 谁说旋转 也不能失为一起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没有回忆怎么几点呢 还有什么风吹不朽的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就发现能有什么 风而着手 还为自己能有什么 你不过一整整整 其实专辑设计成这样 都是自己亲自订有很多理念的一些 包括到底是粗体词 还是细体词 我是一个就是偏执狂 这些东西我都会很在意 一直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 那这一次我主动提出说 我们不如做一些地面的活动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专辑叫19875 我不知会遇见你 我真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去真真实实地遇见很多人 没错 正是在举办完新专辑发布会后的第三天 李宇春便开启了各地歌迷见面会活动的第一场 北京战 并决定在接下来的每周周末 都选择一个城市举办歌迷见面会 从李宇春的话语中不能看出 善于把控工作室运作的他 已经为自己的音乐 规划好了接下来的道路 这三首歌曲 因为代表这张专辑的 包括曲风啊 包括主题的概念啊 应该都是比较能概括的 所以选择这样的三首歌曲 除了酷之前表演过 另外两首歌曲 应该都是第一次一个一个live的表演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来定义唱功这个问题 如果把唱功定义为标高音的话 我觉得我一点进步都没有 如果说在音乐的态度上面 在音乐的创作上面 在音乐的一些成长性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努力 巧合的是 在李宇春发布新专辑的同时 同是2005年选秀出道的张亮颖 也在近期发布了自己的第七张专辑 第七感 并大打时尚牌 举办时尚音乐体验秀 同样稍晚一步的周笔唱 在最近发布了几首新歌后 也表示新专辑马上会发行 如此看来 这三位当年前三甲作品的对比 又将成为近期不可避免的话题了 我真的好想你 也真的对不起 每一秒就想你 我真的不及 就像时间换了时间 潮湿几千 在未来和未来的难前 你说不在意呢 其实当然也会在意 因为你毕竟花了两年心血把它创作出来 你当然想听听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喜欢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在意 但是不能因为外界的一些东西 就把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能见到什么时候 应该还是很热爱 所以又坚持下来 全世界上的一切 只是我的鼻子 梦花落花里的时机有一条路 我爱此一年 一世都在一世 爱你成长的才不一样 别爱你